話說,諾泰穿了一套黑色的衣服, 坐一張安樂椅樹,準備接見灰佛蘭他們。 當他所期待的三個人進來之後, 他向門口望了眼, 巴羅斯、立北山埋到房門。 韋凡帝的心很高興, 但韋傑一小聲地對他說, 記住,如果你爺爺要求延遲你的婚事, 不管他用什麼方法來表達也好, 我不准你說明白他的意思。 韋凡帝的臉都紅,但沒有回答他爸爸。 韋傑走去諾泰前面說, 你要求見灰佛蘭先生,現在他來了, 我們都希望他來見你一次。 我相信,在這次見面之後, 你就會知道,你反對梵帝的婚事是多麼沒有根據。 諾泰的回答只是看了韋傑一眼, 你一看,使韋傑打了個冷陣。 接著諾泰用雙眼向梵帝做了個表示, 要凡帝走近一點。 幸好凡帝和他爺爺傾慣了, 所以很快去凡帝就明白他爺爺是要一條鎖匙。 然後,諾泰雙眼又釘著一個小櫃的櫃桶。 凡帝開了櫃桶,找到一條鎖匙。 然後諾泰雙眼轉到一張舊的寫字桌上面。 韋傑說,是不是要我開寫字桌的櫃桶啊? 諾泰雙眼表示,是。 韋傑打開櫃桶,拿出一卷文卷, 你是不是要這些文件啊? 諾泰表示,不是。 但是,韋傑把其他的文件都逐件逐件拿出來, 一直拿到壁桶都空了。 韋傑說,壁桶已經空了。 諾泰雙眼釘著一本字典。 韋傑說,我明白了,爺爺。 他拿著字典一個個指著字母, 直到S這個字母的時候, 諾泰要他停止了。 韋傑打開字典,一直找到S-E-C-R-E-T, secret,暗格這個字。 諾泰要他停止了。 韋傑說,啊,壁桶裏面有暗格嗎? 諾泰表示,是。 諾泰說,誰知道啊? 諾泰看著老仆人先頭出去的門。 韋傑說,是不是巴羅斯啊? 諾泰表示,是。 韋傑走去門口叫巴羅斯, 韋傑拉額頭出汗了。 灰佛蘭就傻了地站在一邊, 巴羅斯來了。 韋傑說, 巴羅斯,阿爺說寫字桌那個櫃桶有一層暗格的, 你知道怎樣開, 麻煩你開一開,好嗎? 巴羅斯看著諾泰, 諾泰雙眼表示, 他說,服從。 巴羅斯在一個祭書按了一下, 櫃桶的架底掉了出去, 他們見到裡面有一卷用黑線綁住的文件。 巴羅斯問,老爺, 你是不是要這些東西啊? 諾泰表示說,是。 是不是要我將這些文件交給韋傑拉先生呢? 諾泰表示說,不是。 給韋凡帝小姐啊? 諾泰表示說,不是。 給灰佛蘭衣給南南穿。 諾泰表示說,是。 灰佛蘭很驚奇啊, 她走前一步說, 給我啊? 閣下。 諾泰表示說,是。 灰佛蘭接過巴羅斯遞給她的文件, 向文件的封皮望了眼, 她開始讀了。 我死了之後, 這包東西交給杜蘭特將軍, 足其妥為保存, 因為裡面包藏了一份最為重要的文件。 灰佛蘭問了, 閣下,你希望我將這份文件怎樣呢? 韋凡帝說, 爺爺,你是不是希望她讀一次啊? 諾泰表示說,是。 韋凡帝說, 南穿角下,我爺爺希望你將這份文件讀一次啊。 哦, 韋凡帝說, 那我們先坐下吧, 因為讀這份文件都要很久的。 諾泰表示說, 坐。 韋凡帝在一張椅樹坐下, 韋凡帝, 韋凡帝就依然站在她祖父旁邊, 灰佛蘭站在諾泰前面。 諾泰表示說, 讀啦。 灰佛蘭打開文件, 在一片靜寂之中讀啦。 雜至1815年2月5日, 積斯街拿破崙黨俱樂部會議紀錄, 灰佛蘭停了一停, 她說, 1815年2月5日, 這一日是我父親被害的日子啊。 韋凡帝和韋吉拉都驚到傻了, 張諾泰的眼睛表示說, 讀下去啦。 灰佛蘭又讀下去啦。 處政人炮兵宗教波露役, 陸軍准將杜蒂安, 森林水利部長李克勞宣稱。 2月4日, 葉島愛爾巴島來信, 向拿破崙黨俱樂部推薦灰內爾將軍。 灰內爾將軍由1804年到1814年, 始終在聖上手下服務。 路易十八, 最近雖封她做南章, 並且賜了一處採禦給她。 但是據說, 她仍然忠於拿破崙王朝, 因此, 送了封信給灰將軍, 請她出席第二日, 即是五號的會議。 信上沒有寫明會議地點、 街名和門牌號訴, 也沒有儲名。 只是通知張軍, 請她在晚上九點鐘的時候準備好, 到時有人來帶她去。 2月5號晚上九點鐘, 俱樂部主席親自去拜訪灰將軍。 灰將軍已經準備好了。 主席通知她, 這次介紹她開會, 她是不能夠知道開會的地點的, 她雙眼要綁住。 灰將軍同意了。 他們坐馬車去的, 馬車去到一條巷子前面停住。 那條巷子是通職師街的, 灰將軍扶著主席的手臂下車。 他不知道主席的身份, 還以為他只是俱樂部的一個會員。 他們由那條巷子走去職師街, 去到俱樂部, 走上二樓進入會議廳。 因為會員都知道那晚要介紹一個新會員, 所以全體都出席。 入到會議廳, 大家請灰將軍解開綁帶。 灰將軍立刻照辦。 灰將軍在這個團體裡面, 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, 看他很驚奇。 大家問他的政見, 但他只是回答說, 在愛爾巴爾島來的信, 應該說了給你們聽的了。 灰佛蘭停了不讀文件, 他說, 我父親在一個保皇黨, 大家都知道的了。 他們不需要問他的政見的。 維杰說, 親愛的灰佛蘭先生, 我靜重另轉就是這一點了。 意見相同的人, 很容易成為朋友的。 諾泰表示說, 讀吧。 灰佛蘭繼續讀下去。 他們將愛爾巴爾島的來信內容, 告訴灰內爾將軍聽。 信上有一段說到拿破仑會捲土重來, 並且說, 另外還有一封更詳細的信, 扶埃及皇后帶回來。 那隻帆船, 是屬於馬賽船商莫萊爾的。 當讀完那封信之後, 灰增軍依然謹奏眉頭一言不達。 主席問他, 對於這封信有什麼說話要說呢? 灰增軍說, 我剛剛才宣誓效忠路易十八, 現在要我為了廢皇的利益, 而破壞誓言, 未免太快了。 這個答覆很清楚, 他的政見就是擁護路易十八。 主席說, 我們不承認路易十八, 也不承認有一個廢皇, 我們只是承認皇帝陛下, 是由暴力和叛徒驅逐出他的王國法蘭西。 灰增軍說, 你們可以不承認路易十八, 不過我就承認, 因為他封了我做南雀和大元帥。 主席很嚴肅地說, 閣下, 你的說話已經向我們表示得很清楚了, 你欺騙了外爾巴島上的人, 又欺騙了我們。 現在我們發現我們錯了, 我們不勉強你幫助我們, 不過我們要強迫你的行為光明正大。 灰將軍說, 你所謂的行為光明正大, 就是要我知道你們的陰謀, 而不要洩露出去, 不過我這樣做, 就成為你們的同謀反了。 你看, 我給你坦白。 灰佛蘭停止了讀文件, 他說, 我的父親, 我現在明白他們為甚麼要謀殺他。 然後, 灰佛蘭又讀下去, 主席說, 你來參觀這次集會, 是被請來的, 不是被逼來的。 你帶上一個假面具來發現我們的秘密, 然後又撕了那個假面具, 要摧毀信任你那些人。 你一定要首先宣誓, 究竟你是效忠在位的國王呢, 還是效忠皇帝陛下。 灰將軍回答說, 我是一個保皇黨, 我曾經宣誓效忠路易十八, 我要遵守這個誓言。 這幾句說話引起全場騷動, 主席說, 博夏, 你是一個嚴肅聰明的人, 你當然會了解我們目前所處的情況, 可能引起的後果。 你必須憑你的人格發誓, 卻不洩漏你所聽到的一切。 灰將軍說, 我不發誓。 主席很平靜地說, 那你就必須死。 灰將軍的面色變得非常蒼白。 他看見四面的人, 主席說, 你不用慌, 這處的人都是有人格的人, 他們會在採取最後手段之前, 用各種方法說服你, 你已經掌握了我們的秘密, 你必須把秘密交回給我們。 主席說完一片直證, 因為灰將軍並沒有回答。 主席對守門的人說, 三人埋道門。 這句說話說完, 又是一片死一樣的正直。 然後灰將軍向前走幾步, 他說, 我有一個兒子, 當我發覺自己處於一群暗殺犯之間的時候, 我必須為他著想。 主席說, 將軍, 一個人可以侮辱五十個人, 這是弱者的特權。 但是使用這種特權是錯的。 聽我的忠谷, 你發誓了, 不要再侮辱了。 由於主席的威嚴, 灰將軍的傲氣受到挫折, 他猶疑了一陣, 就走去主席台前, 他問, 用什麼形式? 主席說, 是這樣的, 我憑我的人格發誓, 我在1815年2月5日晚上九時至十時之間, 所見所聞的一切, 決不向任何人洩露, 如為此誓, 甘願生死。 灰將軍免影響地讀了這個誓言, 但是非常細聲, 簡直聽不到。 因此大多數會員都堅持要他清清楚楚再說一次。 他也照辦了。 他說, 現在我可以退席了嗎? 主席站起來指定三個會員陪他, 首先, 將灰將軍雙眼綁住, 然後跟他一起上馬車。 開車之後, 主席問, 你希望送你去哪裏啊? 灰將軍回答說, 隨便哪裏都可以, 只要不見到你們便可以。 主席說, 現在你已經不是在會場了, 跟你打交道的都是個人, 不要侮辱他們, 除非你自願負責。 灰將軍說, 在你們的馬車裏面, 你們好像在會場裏面一樣勇敢, 因為你們仍然是四對一。 主席叫馬車停下, 他們這陣子已經來到奧米斯碼頭, 這裏有石級可以走到河邊。 灰將軍說, 你們為何要在這裏停車? 主席說, 閣下, 你侮辱了一個人, 而那個人如果不得到光明的報償, 他一步都不願意走。 灰將軍慫了肩膀說, 又是一種暗殺的方法。 主席說, 不要吵, 你只有一個人, 對付你的也只有一個人, 你身邊有一把劍, 我的手杖裏面亦有一把, 李武證人, 這裏幾位先生之中, 有一位可以為你服務的。 現在, 你可以除了你雙眼的綁帶了。 灰將軍除了綁帶, 他說, 我終於可以知道我的對手是誰了。 於是他們開了車門, 四個人都下車了。 灰佛蘭暫時停止了讀文件, 他抹一抹額頭的冷汗。 他父親去世的詳細情形, 直到現在為止, 始終是一個謎。 偉凡帝, 偉凡帝緊緊握著自己雙手, 好像在祈禱一樣。 諾泰用一種輕視和驕傲的表情, 看著韋傑拉, 灰佛蘭又繼續讀下去了。 那天, 是2月5日, 天氣非常寒冷。 他們走蛇急到河邊, 兩個證人跟著在後面, 天上沒有月色, 地面泊滿雪和霜。 一個證人去附近的煤船, 借了一個燈籠來。 他們在燈籠照耀之下, 潛查武器。 主席那把劍很簡單的, 就是套在他手掌裏面那把劍。 主席那把劍短過灰中軍那把劍五英寸, 而且是沒有護手的。 灰中軍提議, 以由抽籤來決定選劍。 但是主席說, 是他挑戰的。 當他挑戰的時候, 就認為各人用自己的劍。 兩個證人都揭力主張抽籤, 但是主席叫他們不用多說了。 燈籠放在地下, 兩個敵手站好位置, 決鬥開始了。 燈光照在兩把劍上面, 看起來好像閃電, 至於人簡直看不清楚, 因為太黑了。 灰內爾將軍在陸軍當中, 是公認的最好劍手之一。 但是他在攻擊的時候, 被對方壓得很緊, 所以沒有刺中對手, 而跌了膠。 兩個證人以為他死了, 但是主席知道自己把劍沒有刺中他, 就伸手去扶他起來。 這種情形不但沒有寫到將軍平靜下來, 反而激怒了他。 他向主席衝過去, 但是主席一劍都沒有虛發。 將軍三次中劍, 三次後退。 他覺得自己被敵手逼得太緊, 就再到採取攻勢。 封了第三劍, 他好像跌倒了。 證人以為他又好像第一次這樣滑倒的。 證人見他不動, 就走過去想扶他起來。 怎料證人抱他的時候, 那些手摸到一些瘟熱潮濕的東西, 原來是血。 將軍本來就要暈的了, 不過又清醒了, 他說, 啊, 他們派了一位劍卓大師來跟我決鬥。 主席沒有回答, 他走過去拿著燈籠的證人旁邊, 拿包三袖, 將他手臂上所受的兩處傷給證人看, 然後解開他的上妝, 擺在背心的扭, 落出小掩所受的第三處創傷。 不過他連哼都沒有哼一聲, 五分鐘之後, 灰內爾州軍死了。 灰佛蘭讀到最後這幾句的時候, 他的聲音已經耿熱了, 於是他停了停, 用手握著眼睛繼續讀下去。 主席把把劍插回他的手像書, 轉身走上石階, 一道鮮血跟著他的腳部滴在白雪上。 他剛剛上完石階, 突然聽到河發出沉重的落水聲。 原來, 證人確定將軍已經死了之後, 就拋他的屍體落河。 將軍在一場高尚的決鬥中喪生, 並不是好像傳說那樣, 說他是被人暗算。 為了證明這一點, 我們簽署這份文件以名真相。 簽署人, 波路易, 杜蒂安, 李克勒。 當灰佛蘭讀完這份文件之後, 偉凡帝感動到流眼淚。 偉烈拉就縮在角落頭, 周身發抖。 灰佛蘭對諾泰說, 請你告訴我, 那個俱樂部主席叫他有什麼名, 我至少應該知道殺死我可憐父親的究竟是誰。 。 偉凡帝早就猜到他祖父的答案, 因為他經常看到他祖父, 右邊的手臂有兩大雙巴。 灰佛蘭對偉凡帝說, 小姐, 請你和我一起來找出答案, 究竟是誰使我在兩歲的時候就成為一個孤兒。 偉凡帝沒有出聲, 動都不動。 偉烈拉說, 博霞, 算了, 那個名字是故意隱瞞了的, 我父親自己也不知道那個主席究竟是誰, 即使是知道, 他也沒有法子告訴你, 因為像這樣的人名字, 字典裡面是沒有的。 各位, 欲之後事如何, 請下回分解。